民众现在租车自驾又多了新选择 有通讯业者跟汽车品牌跨界合作 推出了线上线下的租车叫车服务 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希望能够获得青睐一举工上市场龙头 多种车款一次排开 从今天开始共享车又有新选择 通讯软体与汽车业者合作 为了产占共享汽车商机 不只有线下叫车服务 线上租车同步进行 打算垄断租车市场 其实共享租车以外 我们也会希望可以提供短租的服务 然后也会评估说 就是共享的汽车车 那之后呢 其实我们也要再评估 车主上关的服务 譬如说维修保养 然后中股车跟新车买卖 这些都是我们评估的范围之内 为了抢占市场 品牌更多用化经营 除了AI语音造车的服务 只要拿起手机 从审核到租车 只需要20秒的时间 提供消费者更便捷 更方便的服务 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透过LINE GO这个平台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消费者 他只要打开LINE 他就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得到他想得到的一个服务 所以一直是我们努力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共享车队 我们在年底 大概预估会有2000台车 那我们预估会有15个车型在里面 所以后续只要是消费者 喜欢的车型 我们都会导入到LINE GO这个平台上 强大电动车热潮 业者更引进电动车种 兼具环保概念 不仅如此 宝宝安心车 以及宠物友山车 打开手机就能叫 向上轿车智能化 一站式的平台服务 科技改变轿车产业 各家业者强攻车市大饼 记者张世哲 陈燕荣 台北综合报导